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国事光息特约评论 闹鬼的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吴国光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年底的中国正在闹鬼 大鬼毛泽东 二鬼邓小平 这两位都是中共这座老庙里供奉的泥胎牌位 闹鬼闹了早已不止十年八年 只是今年逢三 恰是毛的重要日子 毛1893年出生 已经有了个三 距今130年 这又来了个三 偏偏习近平也沾个三 他1953年出生 和毛的出生年头 整整相隔一个甲子 这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就是一个轮回 只是那年毛泽东还在阳间 不然习近平恐怕更要相信自己是毛老鬼转世了吧 反正习近平喜欢给毛泽东烧高香 磕响头 不能不逮住今年的12月26日这个机会狠狠张罗一番 习近平给毛烧香磕头的那点心思 天下人都看得明白 不外乎是要借助毛的鬼魂之力 来强化乃至升级习政权的极权主义 毛的时代让中国挤一张嘴巴 一吃不上饭 二不能说话 三不准哀声叹气 只当山呼万岁的肉喇叭用 如今习近平二三都做到了个大概 几年来也往一的路子上指明了方向 正自惆怅满志呢 无奈今日中国的嘴巴 为了眼看着就要吃不上饭 而不免有些嘟嘟囊囊甚至叽叽喳喳 习的败祭毛老鬼 看来显示了这位伟大领袖的 不忘初心与战略定力 就是要全面做到毛时代的一二三 就是要以毛氏神功鬼力 推动中国网吃不上饭 不能说话 也不能叹气的方向阔步前进 毛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 然而毛既然神通广大 闹鬼也就不止意图 这几天在毛的家乡 据说有人集会 喊出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要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 其实几年来就听说 毛泽东著作在中国很是畅销 把当今中国的种种弊端 归因于资本主义的说法 亦可称风行一时 能看到弊端就值得点赞 不过弊端的根源如果找错了 那就如同看错了病因 开出的药方是有可能把人给吃死的 我不敢说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当今弊端的根源之一 但我敢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巨大弊端 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简单的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中国可能都有 甚至危害更大更烈 但别国资本主义的益处在中国却不多见 人家的资本主义与个人自由多党竞争共生 韶山闹鬼的朋友们 敢不敢成立一个毛主义革命共产党 来与中国今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做斗争啊 至于社会主义 毛那里更是一星点也没有 社会福利 社会权利 社会自治 社会平等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 这在毛时代的中国 在他亲手缔造的当今中国制度下 别说有没有 就说你能不能谈论这些东西吧 邓小平旗下的两股力量 我明白 韶山闹毛鬼 针对的是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今年年底 也正逢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实际篡掌中共最高权力45周年 要求纪念邓的改革开放的声音也不小 包括有人记起邓当年的法宝 实事求是来召唤改革的亡魂 这虽然不受习近平当局待见 但旗下却集合了很大的力量 因此邓小平闹鬼的本领 不比毛泽东和习近平加在一起小呢 这个力量之所以大 在于他集合了两大社会群体的意愿 一个群体是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贵们 这个群体中本来不乏毛粉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赖以生存发家的中共体制的根子是扎在毛那里的 也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权势和金钱看作可以凌驾民众的资本 而毛那一套专制手段正是他们所吸移的 但是他们不明白毛体制下只容得毛一个魔王 你当个小官发个小财就拿自己也当帝王一般了 是这个体制所绝不允许的 所以习近平当政以来最大的斗争对象就是这些人 于是乎这个群体现在也要闹鬼 那就是寓意死小平弄走活近平 11年了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且看他们继续议淫吧 另一个群体是更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们正在吞咽习近平搞垮中国经济的酸苦后果 无望之中 他们把繁荣经济的梦想投射到了邓小平 甚至江泽民朱镕基身上 许多人不由得要祈祷并召唤邓的鬼魂显灵 天灵灵地灵灵 中国需要邓小平 不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屠夫 不准提江泽民是法轮功杀手 不准讲朱镕基制造了亿万下岗工人 只要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线啊 四条道路一堵鬼打墙 人间闹鬼 其实都是县市人们的折腾 上述两鬼 法力宏大 隐隐显示了四条道路 各有丰厚的政治经济侧重于内涵 第一条道路是建立毛市集权专制 第二条道路通向毛的普遍贫穷 第三条道路孟茴邓的权贵专制 第四条陷于邓的渔民物质主义 四条道路看来相互矛盾 其实恰成一个四维大院 因了集权专制 必定普遍贫穷 苦于普遍贫穷 于是集集于经济发展 物质主义压倒一切 为了一口饭吃 就宁愿自娱 而不去要求权利平等与自由 反而享受并歌颂屠刀下的繁荣 这当然养成权贵专制 而一旦不满权贵专制 便起零于毛的所谓 公有制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又正好通往集权专制 妥妥的一堵鬼打墙 难道中国就这样在毛邓之间 循环往复 总也走不出来了吗 答案太简单 简直侮辱平常智商 谁说中国只能在毛邓之间 做选择的 既然闹鬼 当然鬼打墙 只谈毛邓 当然走不出来 毛邓固然有别 但不都是人家中共自己家庙里的牌位吗 谁说中国人只能在中共的家庙里 拜神弄鬼的呢 后退一百步说 就算闹鬼 中国不是有着土改 镇反 大饥荒 文化革命 天安门屠杀的亿万亡灵吗 群鬼在上 毛邓二鬼可以休矣 全文完